女子慌慌張張 從巷子裡跑出來 引發路人側目 隨即救護車到場 因為一對70歲的無姓夫婦 被罪名女子用美工刀劃傷 她是手受傷喔 丈夫左手腕流血 醫護人員協助包紮 而她的妻子後警 也被美工刀割傷 兩人想不到 17號早上來到台南 台灣守廟天壇參拜 還沒見到神明 先在旁邊的巷子被攻擊 因為人家走到台 我在這裡看 看人家在打來打去 太太的脖子被劃傷 先生健壯 與那位行凶的婦人 進行一陣打鬥 鑿進送醫後 兩人沒生命危險 警方調閱監視器 兩小時後逮捕一名 45歲柯姓女嫌 不要反抗好不好 你配合一下 警方研判柯姓女嫌 跟被害的70歲無姓夫婦 並不認識 涉嫌殺人未遂 傷害回存等罪嫌 已請台南地方檢察署偵辦 並侵裁定受醫院強制治療當中 宮廟旁邊拿美宮刀當街商人 附近民眾人心惶惶 警方還要再釐清 科性嫌犯的犯案動機 三列新聞王少宇 慧山談論報導